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对原始点的正面报道 接着在10月11号 网易新闻推出了新京报记者的文章 卧底武汉原始点 让病人跪地忏悔 兜售姜粉 捐成能治百病 对原始点进行了负面报道 让许多原始点爱好者产生了疑惑 现在文章提出的几个问题 请问张医师 一 文章中提到的武汉原始点负责人 汪永齐 跟您或基金会有什么关系 二 该文章把原始点定为 可治疗一切疾病的组织 请问原始点是否可称为一个组织 原始点可治疗一切疾病的说法 是否是您提出的 三 文章说 原始点是打着中医的幌子 能治一切疾病的组织 请问原始点与中医是什么关系 是中医的分支吗 四 文章说 在原始点的理论中 姜能治百病 是这样吗 五 文章说 武汉原始点 汪永齐 在课堂上 引导学员 跪拜忏悔 请问 这是您倡导的吗 请老师 解答 面对这些问题 我一则以忧 一则以喜 喜的是 有些报道 他比较深入之后 也有发现 有一些做原始点的 还是如理如法在做 而且 都是 很发心的 来帮助这些 这些来求助的人 那这个无疑是一个好的现象 那另外一则 判的报道 就是一个很负面的报道 因为他利用原始点 然后来收费 然后宣称人质百病 然后如果质不好 就是因为 没有 忏悔心 所以要 对自己的行为 忏悔 也就是把原始点 跟宗教 已经连结在一起 这是我非常反对 那从这里很不难看出啊 我一直在倡导 原始点医学 他本身 就是把他医学生活化 让民众 能够 轻易的去使用 因为第一个 咖啡药物 他不用药 你中医还有中药 那原始点没有 他外内热源都可以在生活中 就可以取得 你即便 没有姜 你也可以用一些 像在吃饭的时候 内热源也可以加强 在煮菜的时候 用花椒啊 胡椒啊 加里啊 姜啊 这些都 都可以把热源做出来 那所以他完全生活化 非药物 这一部分 也是原始点 跟其他的医学 完全不一样 第二个 他也没有侵入性 你说中医还有侵入性 那原始点完全没有 他就是靠按推 那按推哪里呢 就是我研发出来的 原始点的一条脊椎 及七处 所以他非侵入性 跟中医针刺穴位 也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从形式来看 他完全 就是既非药物 也非侵入性 那所有的热源 也都可以在平常找到 这一点 跟现有的医学是最大的不一样 那至于 有些人 说原始点 可以自白定 这一点 我必须要讲的 就是说 原始点 从按推与热源 一路发展到整个 医学体系 发现没有一方 也没有一样 可以治病 这个我在医书里面 总论里面都有谈到 那真正的病 是要靠身体去治愈的 也就是你只要给身体对的东西 然后身体恢复了他的肌仁 他自己就可以修复 这一点也是跟 其他医学一直强调 用什么药就能治什么病 是不一样 所以 这里如果 他说能治什么病 好像原始点的方法 都能治什么病 这个也是 讲法已经有一点夸大 所以 一听就知道 这个肯定 只是想赚钱 想分头 那个武汉 他完全不懂原始点是在讲什么 这一点 我是蛮忧虑 很多 然后民众又搞不清楚 然后另外 叫人家 病治不好 他宣称人治病 又治不好的时候 他又宣称就是因为你没有忏 要跪地 求忏 这样病才会 又跟宗教扯在一起 这之前我也是在课堂上有讲 如果忏悔人治病 那医学就不要发展了 以后只要你生病 你就开始跪地求忏悔就好 那你 那这样 医学还能发展吗 那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很多宗教界的人 他们生病了 还是在求助各种医学 那这样一听就知道 这个说法 本身就是一个 很有问题 那我不认可这样 我觉得医学就是医学 宗教就是宗教 所以原始点一开始的发展 我为了让医学纯正化 不断地强调 不要跟宗教 跟政治扯在一起 完全就是谈医学 所以他一谈到这样 已经有一点宗教的味道 这一个 尤其跪地忏悔这一些 我看了也是指摇头 怎么会把原始点用在这样 然后听说他还放我的影片 然后来讲原始点 然后又本身又不懂原始点 那另外江人火治白病 好早就讲 从书本上一开始我就讲 江它只是一个热源 就好像汽车的气 你汽车没有汽油的时候 你自然汽车里面的空调也不能用 然后你的导航系统也不能用 所以你的音响 汽车的音响也不能听 但一旦加了油之后 你在发动的时候 汽车这些音响 导航系统 空调系统 通通可以运作 但你能说汽油具有 音响 空调导航系统的功能吗 当然不可以 同样你用江改善体质 最后身体自我去修复 你不能说江有致病 那个道理是一样 所以我在医疗与保健那一篇 不断的反复强调 而且就是举江 江的例子 来说明 油竟然没有音响空调 导航系统的功能 同样江也不能说有致病的功效 这一篇 我如果今天时间够的时候 我们会谈到 那书本上就这样 但很多人 就会说原始点自白病 江就是用江 就是用按推 那我明明说江 它只是一个热源 补充身体 就像你身体饿了 你四肢发软 这时候你饭吃下去 然后身体有热能了 有东西转化成热能了 那你体力就慢慢恢复了 那这时候你能说 饭具有致病的功效吗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我说江它只是一个热源 就像饭一样提供身体 然后身体有了这个热能 它自然就会去自我修复 所以 如果这样说 江能治白病 那饭也能治病啊 你所有人喝的 白开水也可以治病啊 无所什么都可以治病 那这个还算医学吧 所以这个被取缔是应该的 我觉得政府这样取缔 绝对是英明的 因为这些都是乱扯的 然后再来原始点 不断的提出 一定要做公益 然后他为什么会把原始点 就是在恋财嘛 看起来就是在 就是要骗起民众的金钱而已 然后修人治病 然后民众病急了 就乱投医了 然后就听信 都是为各自失智的那个名利 这个就我常常讲的 用原始点反而毁了原始点 所以我优的是这样 那针对他的其中这些问题 还有武汉原始点负责人 跟基金会有什么关系 基金会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再说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大陆 大陆现在的发展 我都只是听说了 那对说什么这个人 我连听到名字都没有听过 怎么会跟基金会有关系 基金会也这几年 根本也没有派人再去大陆 所以基金会现在 即便我现在在这个平凯讲原始点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正确的资料 就是怕很多人不了解被骗 然后用原始点 你常常听到原始点 我上个礼拜就有讲 用原始点常常做法 都是跟原始点基金会的宗旨背 你看原始点不谈宗教 他又在扯宗教 讲一些神神鬼鬼的 这些都是我非常反对 所以我跟他完全没有瓜葛 那我们再看看他第一个 我刚刚这样一路讲下来 第一点 那下一页我看看 定位该组织 请问原始点 原始点它是一个财团法人基金会 然后没有说在发展什么组织 他提供的就是给全球人应用 我跟那一群人包括公益点 或是有一些认识 有时候我因为2009年我就去大陆讲学 那也讲了好多年 我记得好像最后还有到三西 2017年的时候 还在那里演讲 那我听三西的负责人也讲 政府还蛮支持我在过去 那希望我能够把原始点的法 真正落实落实 但因为也是因为后来 因为各种关系 自己觉得这一本书还是最重要 所以没有去 但我这么多年下来 好像去讲完我就回来 至于他们后续的我也没有办法去管 他们要怎么用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是 就像佛山被报导出来的 他们都是真心的在帮助人 而且不是在念财 这绝对是可以 可以从这一次的报导中 看得出来 那原始点基金会就是鼓励 就是有发心的人 能够照原始点基金会讲 不要去收费 就是真正的发心 来帮助这些痛苦的民众 这样才是对的 然后帮助他们 一定要把他们 跟他们讲清楚 原始点是自救之福 就是患者本身要教育 要了解 然后并是自己靠自己努力得来而好的 不是谁能给你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始点的用意 所以原始点一直强调 身体本身就有自医力 这个跟西医强调是不一样 西医强调一定要用什么药 或是什么方法 才能把病治 原始点不是 原始点是说 你身体本来就有自医力 就像你伤口一破 身体就会自然结痂一样 不用药也可以啊 你只要体力够就可以了 但你体力一旦不够 就好像很多糖尿病 他伤口一点点 癒合不了 甚至继续烂掉 那为什么他 别人可以他不可以 就是他的体质出问题 那原始点就是强调这样 所以原始点不强调 要去组织哪一个团队怎么样 他只是把这个法讲清楚之后 让各个地方自动自我去发展 所以他们发展也没有上下的关系 我也不能指挥他们 你今天要几点开 几点关 然后什么要跟我报告 也没有啊 原始点不做这种事 所以原始点对这些 他只是提供一个法 然后让大家来应用 但因为良幼不起 有些人一看到原始点的好 就把它据为己用 然后发展成一个面材的组织 那这个这个是原始点非常反对 然后民众也应该要了解 所有的病 他是可以治愈的 要靠自己努力来的 那别人只是提供你一条路走 那千万不要相信说哪一个人 可以帮你解决疾病 原始点这里都讲清楚 那如果除非你位置找不到 比如说按推的位置找不到 你去可以去公益点请教他们 他们帮你 然后教你怎么找 那回来你自己处理就好 所以如果有人要跟你收费 那绝对不是原始点的种子 原始点是以公益的角度去发展 所以原始点没有在想世界发展什么组织 然后来把甚至把它商业化 没有原始点不谈就是尽量不做商业化的行为 然后确实就是提供一个好的方法 让我认为健康一定要教育 让民众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健康 他也让一些有心想帮助的 帮助其他病毒的人 他们有一套好的方法 然后告诉人家正确的路应该怎么走 那至于各自的发展 是不是他们最后成为什么组织 我也没办 这不是原始点能控制 原始点只是把 像在这个平台只是把原始点医学 谈清楚而已 好我们继续来看他第三个问题 这个原始点打着中医晃子 人治一切病疾病 请问原始点以中医的关系是什么 是不是中医的分支 这一点也是我时常提的 我本身是中医师没有错 但就是因为我用中医的方法 还有用西医的方法 结果我太太乳癌没有好 她也经过手术 然后也我那时候怀抱着对中医的信心 最后还是想到看看在大陆有没有这个名医 所以也上网一直查 最后也找到名医 最后她也好不容易拿到药 结果我太太吃她的药 越吃越严重 最后我再跟她联系 那这位名医他们就讲 哎呀那这样表示你太太已经很严重 已经末期了 那还是要配合西医的话 西医又跟我讲 你太太一定死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两个医学都有问题 遇到了重病的时候 都不能够帮我太太处理 而互相在踢啤酒 西医说即便用了方法 一到两年内一定死 就明着跟我跟我这样讲 那中医又叫我说 那中医也没办法 你去找西医 那又是死路一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应该慢慢走出一条路 医学既然不能保障民众 那是不是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呢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动力下 我摸索了十多年 那把摸索出来的这些好的方法 把它写成原始点医学 书应该在十页就会出来 那大家拿到的时候可以好好看 那至于他跟中医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方法很相类似 但是不能说原始点就是中医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他如果是相似 那外治法中医三大疗法 一针二丘三用药 第一个我有拿针吗 我没有啊 我是用按推的 第二个他生次穴位 要十四条经络 三四百个穴位 试问大家原始点有没有穴位 完全没有 有没有经络的概念 完全没有 他只有一条脊椎 还有七处的开关 就这样而已 那从黄帝内经你一路读下来 有讲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吗 也没有 这是我把 几乎等于打破了 中医的经络理论 我是从病人身上 一点一滴找出来 所以你说这个是中医原创吗 中医后来延伸的吗 哪一个朝代你们可以去找 所以我不需要打中医的黄字 如果是要打中医 我本身就是中医师嘛 我说你们可以有病来找我治疗就好 就是因为我用中医的方法 没办法处理 所以不得已 才开始追一本素颜 找到疾病的最源头 最后来解决 所以找出来人体的开关 就只有一条脊椎 脊七处 这个跟中医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那中医的揪 爱条 命迹实在太小 我现在的只把这个 我认为原始点要有热源 外内热源 那热源在日常生活就可以找得到 不是说一定要用爱草 那电热器也可以啊 甚至眼红外线啊 电热器啊 还有一些像 红豆袋啊 软贴啊 这些都只要热就有效啊 为什么要揪 所以它完全可以生活化 再来谈中药 我又谈过中药 如果说原始点是中医的一部分 那我居住都不用药啊 我就是告诉日常生活 什么是热的 只要药性热的就可以 那中医它是要辨证 它有含热体质 原始点认为没有热性体质 每个身体只有热能不足的问题 这一点是跟中医的一些 很重要的理论是不一样 那既然不一样我就 所以我有没有说 中医原始点医学 我没有啊 我写这一本书 就是如理如实的讲 这个就是原始点医学 那原始点狭隘的指的就是 一条脊椎脊七处 那广泛的说 它可以改善我们的体伤 及热能不足 那你的体质改变 那疾病自然自己就可以调理 身体自己调理 就可以治 所以真正人好是 患者身体本身啊 所以有人说张医生你多厉害 你有怎么样怎么样 我都说没有我是凡人 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的病之所以人好 我只是告诉你一个方法 你要不要做我是靠你 我叫你要补充热源 那热源来自于各方面 当然原始点是以浆为主 然后还有其他的日常饮食 像煮菜要用辣椒花椒胡椒 把菜煮热 然后身体虚寒的人吃了 他就可以补充热源 然后经吸收转化为热能 来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来达到自我疗医疾病 他是治愈的 所以原始点 看似好像原始点的按推 以外面热源 跟中医的一针二丘三用药 看似一样 但你实际去追下去的时候 其实他的方法完全都不一样 甚至讲法也有很多不一样 那我们诊断与治疗也刚刚讲过 诊断与治疗 我们再来谈中医的诊疗方法 诊疗方法 你外治法 他要用经络理论来决定穴位的 那如果你是要开中药的话 要通过万文问切四诊心法 来变体质的 那体质要用 又要用八纲辨证 比如阴阳虚实寒乐表里 那原始点有吗 等于中医的诊疗方法 外治法 有外治法的 等于真跟揪 他是通过经络理论来指导 来决定他们的穴位 你要真哪里揪哪里 他的诊疗方式 外治法是这样 那内治法呢 他又透过另一套的诊疗方法 也就是万无恩切 这个四诊心法 然后来通过辩证 论治 来达到治病的目的 所以简单的讲 中医他的诊疗体系是有两套的 针对外治法 隐内治法有两套 那原始点有外内之分吗 没有啊 完全是打破 他就是通过观察症状 直接从果推阴 然后从阴来达到 改善体质之后 达到自我疗医疾病 他是这样来的 他整个的思维也是不一样的 从诊疗方法实际在临床落实 就这样的结然不一样 所以原始点他完全简化 就完全生活化 你通过观察症状 就可以推断出疾病的轻重 及体伤位置 然后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处理治疗原则 然后跟中医讲的两套理论提醒 你能用几句话讲出来吗 很难 那我如果要勉强的讲就是 中医是通过四诊心法 即经络理论 已决定 决定三大疗法 也就是一针二就三用药的治疗原则 来达到治病的目的 中医他是这样 透过两个诊疗体系 那这个原始点有两套诊疗体系 没有就是一杠 从观察症状一路下来 所以这个也不一样 那既然不一样 原始点何必打的中医呢 如果是中医 那我今天就一直在当中医师 我就是因为中医也出现了问题 西医也出现了问题 那原始点应该走自己的一条路 所以也没有所谓的跟中医分支 那我认为从临床上 看到的什么事实 我如实表达出来而已 那如果一个医学要进步的话 就应该容下各种不同的声音 因为他是一个医学的探讨 那我也是把医学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把他生活化 所有的医学都是要 好像要很高的门槛才能进入 民众是进不了的 那原始点就是平民化 他讲的话 没有一句是人家听不懂 你按推 按推谁不知道 这个大家也清楚 那热源大家一听也都知道 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 那原始点还特别强调 重病的人一定要心情愉快 然后要充分休息 还要怎么样运动 那这三种对身体会有害吗 没有 但原始点特别强调这样 因为原始点 他就是鼓励患者本身 自己把自己身体搞砸了 你在生活习惯你就要做改变 我常常跟患者讲 你把自己身体搞得那么糟 有种你就把它自己再搞回来 是这样 我告诉你 要怎么做 心情要愉快 社会有错吗 你一定要多运动 有错吗 你要多充分休息 所以原始点不是靠一个什么僵 就能处理的 不是人家讲的这样 但很多人就把原始点扣笑这个帽子 尤其有一些人 就说原始点僵就能治病 没有 原始点从不说僵能治病 刚刚我也已经疼过 那既然这样原始点既不用中药 也没有侵入性的针刺穴位 这会是中医吗 这 但是如果你说他跟中医完全不一样 其实还是有相关 因为他在针刺穴位是早开关嘛 那按推原始痛点也是在早开关 这一点是相符 然后 揪根药是外内热源 原始点的外内热源 电热器也好 或是 补充姜汤或是从饮食上 改变温热性饮食 这个也是 这个是 道理是相通的 所以 他们有相同的地方 当然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那原始点就是原始点医学 我不希望说大家把两者困扰 所以上一堂我就有说 如果有人打着说中医原始点 那肯定都是冒牌的 我原始点一路点点滴滴 从患者身上摸手出来 做不改名 立不改性 所以 你不用说 原始点一定要打着什么招牌 不需要 那想要学就来学 那还有人说 那原始点 这些像武汉的被取缔 那就是他 原始点这个名称有问题 是不是原始点医学 原始点医学本身没有问题 那是假议题 原始点他提供一套方法 也把所有的体系 讲得非常清楚 那次你用的人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医师 你读原始点医学 就像 刘医师 他现在还在用原始点医学 然后他申报的时候 如果有一例他 人家问这个一条脊椎基础 这跟中医有什么关系 他在申请健保的时候 健保费的时候 他说这个是原始点医学 那原始点医学 他的开关就在这里 还是通过了 可以申请吧 所以 刘医师讲这些 开关可以治病 没有人会质疑他 因为他是医师 如果你们不是医师 你们说治病 那当然 就会有问题了 因为你不是医师执照 这个是要了解 因为现在在西医主导下 你绝对都不能说治病 治病只有医师能说 一般百姓是不能说的 所以法是没有问题 看用的人 用的人如果你有医师执照 你说治病 没有一个敢取病 但如果你没有医师执照 你说他能治病 那人家就要取病 然后再说原始点医学 本来就不是为了 逃避这个而说的 原始点是把你说清楚 原始点本来就说过 就如我刚刚讲的 没有一法 没有一方可以治病 真正能处理 把疾病治好的 是患者身体本身 那我们只是补充他 一个需要的东西而已 所以这些观念 很多还有实际的操作 执行方法 你只要仔细去分析 他有跟中医相似的地方 也有很多是跟中医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一个医学要创新 我也相信很多中医师都用我的方法 包括有一些西医也都在用我的方法 那他们用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能说我这个是给中医用的 或是给西医用 或是给民众用 我没有啊 我不能这样子 那既然是一个医学就看谁来用 那民众如果要用 因为他没有侵入性 也没有用药物 事实上是你只要不说治病 是没有危险 但民众怎么好的 我书本上讲 本来就是不应该说 谁有能耐把病人治好 而是说患者找到对的方法 对身体有好的办法 然后让他健康自己自然恢复 这样就好 然后你不要收费 为什么我我常常说 就是要保护各位 你一收费你就有 然后又人家说 他是我来给他治病 那你怎么说都说不过去 那这样被取缔 也就不意外 好第三点我也明着讲 不要把原始点跟中医混淆 原始点医学就是原始点医学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你要用中医你就中医 你要用原始点你就用原始点 这两者一定要分清楚 那如果原始点 他就是这个名字 就会被取缔 我不相信 因为我也问过一些专家 他们说原始点医学 本身是一个假命题 不是因为原始点医学有错 而是用的人有没有这个资格 重点在这里 好 那这个也顺便回答到大家的问题 那也把原始点跟中医的关系 也稍微做一些理清 我们来看下一点 江能治百病 我刚刚已经讲了 今天医疗与保健如果讲得快 这一点你们都可以看到 我文章里面都有讲 江是不能治病的 他只是提供一个乐源 好那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 那这个我说的 我看那个 我觉得政府应该真的要取缔这些 这些都是念才 这不是因为错在原始点 原始点本身 他是提供一个方法 但这些人 要把他跟宗教搞在一起 然后要用原始点来夸大其词 他本身又没有一师之志 又说他能治病 那又要帮人家收费 那治不好了 又叫人家要跪拜参与 然后来用这样来发展组织 我说过我个人是饥饿如仇 对这样的人应该要取定 而且要严厉的处罚 那原始点也鼓励大家要学 他本身可以自己 有一个照顾的方法 行有余力 还可以帮助这个社会 让这个社会更祥和 这对大家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现在医病关系还蛮紧张的 为什么 因为医疗费用很高 常常有一些贫困的人去看不起病 然后看完病又整个家里又钱财都没了 然后命又不一定保得住 那原始点他因为他生活化完全没有 而且是提供你一个方法 然后你只要照这样 有些身体他就会慢慢恢复 不需要花多少钱 所以原始点基金会他是在推广 那质疑各位要不要用 那原始点没有全力去决定 所以这些决定前都在你们自己 那这些我刚刚也讲 学原始点 原始点在推广的过程中 当然一定有一些发心很纯正的人 他真的想帮助人家 所以我常常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说原始点医学 他本身既可以帮助人 也可以用这样来反思自己 我的内心是不是纯正在帮忙人家 而没有一点点贪欲 这个对自己既在帮忙人家 也真的是一个修行 有什么不好呢 他是鼓励人一定要返回初心 不要被社会污染了 然后看到原始点的好 就想把它商业化 然后很多人也提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就是说原始点一定要跟前面讲的 要跟中医挂钩或是怎么样 他才能在什么地方才推广 这个不需要挂钩啊 你只是一个方法 叫你心情愉快 还要报备吗 还要跟卫生局说我叫患者运动 是这会有错吗 这个一看就知道都没有问题啊 然后也没有侵入性也没有 你就说我帮他按摩一下 这样按摩一下也没有侵入性 所以你如果没有医师之治 你不要讲治病 那很遗憾的 武汉他就是在讲治病 他说原始点能治白病 然后治不好又叫人家唱 我觉得非常不应该 所以我说的 有些人如理如实的 反而真正在把原始点 这个真正的价值 让他发光发热 让更多人能收益 同样的 有些人在名利障碍下 他把原始点 用尽各种办法 夸大也好扭曲也好 来达到他赚钱的目的 这些人全部都是在毁原始点 那我也很赞同 对于这些政府 如果能够去好好的一一考察 对于这些不良的令其关闭 甚至判刑 我是非常支持的 那如果是好的 他也没有犯法 也没有怎么样 然后又在帮助人 我相信政府 鼓励都来不及了 怎么还会封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 也就是我虽然没有到大陆 但我认为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任何执法者 他一定都很清楚 什么是法的标准 然后什么 因为所有的一切不外是情理法 那从法他有没有犯法 如果没有犯法 他也不收集也没有 也没有说治病也没有怎么样 然后所有的只是告诉患者 一个正确的路 怎么会有问题呢 甚至按摩 别人也在按摩 那中医很多也不是中医师 他说中医的调理也在大陆死 那个 但是你要按摩你就要 是不是政府有什么规定 你就要合乎这些规定 要不要工商登记啊 或是什么 什么证啊 我是不清楚的 但你政府什么规定 你就如理如法去做 没有人说这样 这样 发心在帮忙人 还会被关 我不相信 一定都是中间掺杂了什么 是不是说他在治病呢 还是说他有收费呢 还是他又跟宗教这些神神鬼鬼 扯在一起呢 我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 执法者一定有一把尺 那我也鼓励 让这些 本来我就很讨厌用原始点 又在破坏原始点的人 那这样政府做一次厘清 我认为是 对 反而我是正面来看这一件事 对原始点将来的发展 一定有益的 而且原始点 它是全球性的 我希望他能发展 一定在每一个地方 都能够很健康的 都经得起考验 好 我今天就针对这两个地方 然后也 像卓山他们能够做到 让人家肯定 我也表示赞叹 好 我就讲到这里